8期21分美国女排3-2 土耳其。 涉嫌多事连开门红。 美国女排。 北京时间6月27日,2018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首日争夺在南京展开。 欲赛聚首的美国女排在B组的首场较量中成功复仇,在大比分0-2落后的情况下联班三局逆袭战胜土耳其,涉嫌多下小组赛首胜,五局比分为17-25,21-25,25-21,25-15和15-11。 此一美国率先亮相的是主公拉尔森、希尔、副公阿基拉德博、吉布梅耶尔、接应莫菲、二传劳埃德和自由人罗宾逊。 土耳其派出主公厄尔坎、梅里哈、副公居内使、艾达、接应博兹、二传奥兹巴伊和自由人阿克兹。 首局三平后美国平西尔的拉开强攻5-3超出。 博兹一攻打中,对方失配送分,拉尔森后攻贝兰,梅里哈强攻得手,土耳其连拿4分7-5反超。 美国利用博兹的发球失误过轮后,艾达卑非命中,土耳其8-6领先进入第一次技术暂停。 暂停后美国篮防到位连抓反击,拉尔森扣球助本队9-8反超。 12平后美国没能咬住,艾达探头命中更让土耳其在第二次技术暂停16-13战先。 后半局美国队的快攻难有施展机会陷入被动,艾达攻篮强势,土耳其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2-14。 美国调整阵容也蛮有反扑契机,未能拦住居内时的快攻17-25先失一局。 第二局0-3落后的美国在拉尔森的发球轮逆袭4-3反超。 4平后莫非一攻和拦网两度见攻,美国6-4战先。 土耳其迅速搬平,7平后更靠拉尔森的平打失目在第一次技术暂停8-7领先。 5平后莫非调球得手,博兹进攻受挫,美国12-10超出。 博兹扣球被判出界后挑战打手成功,拉尔森进攻被拦,吉布梅伊尔快攻下网,土耳其连得3分13-12战先。 14平后美里哈调攻打中,阿基拉德沃快攻出界,土耳其在第二次技术暂停16-14超出。 暂停后爱达往口控制得力,巴拉丁替补反击建攻,奥兹巴伊拦住希尔的探头,土耳其在夺3分19-14领先。 美国在爱达的发球轮再遭严重卡文15-23落后,局墨虽似旧局点追至21-24,但串联失误还是没能延续反扑势头,21-25落败再丢一局。 第三局美国改由巴奇和拉尔森搭档助攻,迪克森和吉布梅伊尔联妹复攻。 变阵后美国对强势反扑,在第一次技术暂停8-4领先。 博子强攻击力,拉尔森扣球下网,梅里哈后攻反击打中,土耳其追成11平,美国调整二船换上汉考克。 12平后美国成功限制了梅里哈的突破,连夺4分在第二次技术再停将比分拉开到16-12。 一度落后5分的土耳其并未轻易认输,梅里哈拦住阿基拉德沃的背飞追至20-22。 关键,分巴奇的强攻有保证,美国顶住对方反扑25-21班回一局。 第四局美国即用汉考克丹钢二船,阿基拉德沃和迪克森搭档副攻。 巴奇的强攻,迪克森的快攻与有剑术,美国在第一次技术暂停8-4领先。 4-9落后的土耳其接连换将也难有明显改观,拉尔森、巴奇和阿基拉德沃相继突破成功,美国在第二次技术暂停将比分拉开到16-8。 后半局较量土耳其抵抗力有限一直落后,埃布拉尔强攻出界,美国25-15大胜,将大比分搬成二平。 决胜局土耳其由埃布拉尔弹、巴拉丁和梅里哈搭档主攻。 0-2落后的美国利用巴奇的后攻和阿基拉德沃的探头搬成二平。 两队一直相持到七平,美国平拉尔森的强攻8-7领先交换场地。 8平后梅里哈发球出界,阿克兹和巴拉丁相继飞一船,莫非反击打中,土耳其8-12落后。 8期4号未掉球得手,美国14-10拿下赛点。 8期扣球出界被土耳其搬回一分后,他的一攻一锤定音,美国15-11获胜,3-2立错土耳其。 4日美国的替补主攻巴奇斩获21分,接应莫非拿下17分,主攻拉尔森和替补副攻迪克森分别赢得14分和12分。 土耳其的主攻梅里哈贡献18分,副攻埃达拿到14分,接应博兹收获13分,副攻军内神进账9分。 高加索 高加索